今天说说普莱迪纳新人教育的事情 他们会先教幼儿说普莱迪纳语 幼儿必须要掌握70%的普莱迪纳语 40%的普莱迪纳文字 到了少年阶段就要进入学校接受系统教育 教育所需一切由星体免费供应 入学第一阶段的课程是星体地貌学 星体气象学 星体物质分布学 第二阶段是人类人态构造学 人类交流学 人类亲情学 建筑理论学 物质制造学 第四阶段是音响快乐学 美性学 绘画学 第五阶段是自然各种理性 数值分析统计学 简易天体学 第六阶段是空间能值运变学 空间时间学 天象星体学 光射学 电运学 第七阶段是能智力学 航天技术应用学 海洋应用学 水里物质学 第八阶段是生命归宿学 虚拟作用学 太空物质能智理论学 驾驭太空学 这八个阶段的学习 必须全部要深入思维中 每一阶段还要进行头脑测试 学习毕业后 星体会发放一个成年证 就可以在各区分配工作 他们一生要把星体的所有工作 都要做一遍的 有趣的是 工作之前 必须要先找配偶 然后分配住房和物质供应证 结婚后会分配到相同地方工作 普莱迪那星人对教育十分地重视 他们的教育者首先品得优秀 教育能力强 心态真诚 不为己谋利 他们上课的方式是全球性的电视教育 由高智慧的老师主讲 副老师负责一些管理工作 学生上课思想安静 没用任何精神和经济上的压力 学生没有骄傲和自弃的念头 斯尼拉还说 地球的教育是竞争性教育 培养出来的高端人才 往往会成为罪犯 我个人觉得说得好像没有错 确实是这样 普莱迪那星人的工作是轻松的 因为根本不用为生存烦恼 活得十分快乐 没有精神压力 人与人之间很祥和 他们也爱唱歌 唱的是天空的爱 自然的爱 人生的爱 夫妻的爱 他们从出生到50岁的时候才算成人 活到350岁的时候就可以退休 星体会颁发一个退休证 拿着这个证 可以到星体各处免费旅游 星体会供应一切所需 直到自然死亡前 都可以到处游历 想想都幸福 今天先分享这么多吧 记得点赞关注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